我教你 你认头学 你住哪儿 我住哪儿住哪儿 一说这房子 王晋乐了 昨天在你们家住的 回家吧 这儿回来 半年来两个人的感情也是非常的好 到后来老太太的身体不行了 因为长途爬设这半年来 得亏是住下来了 否则话在道上人就去世了 半年后老太太身体盯不住了 于是长辞 王晋哭 哎呦 娘啊 娘啊 东京边梁梅跟儿子相扶 跑到外面受罪 死在这儿了 一通哭 大大方方撂了一吐 把老太太掩埋好了 跪在坟前痛哭一吐 又烧了烧纸 缓了几天之后 王晋说这样吧 我不能总在你们这儿待着 我要奔阉安府投奔老虫精烈相公 你要有什么事 你上那儿找我去 现在呢 我也是一身轻了 老太太没了 我自己也能去了 有什么事 咱们爷儿俩要是有缘的话 咱们还能再见 咱们简断结束 又过了半年 老太公得了一场病 也确是使劲大哭一顿 在老太太旁边把他父亲给埋了 把他父亲给埋了 圆了老爷子一个心愿 老爷子都是背着网纸 拐着 你们这瞎喜欢 安排好了之后就剩自己了 天天也没别的事儿 练武之人嘛 除了练功就是练功 剩下的就是交朋友了 哎呦 这交朋友不好紧 认识几位大英雄 可这几位英雄啊 给他带了好些麻烦 为什么呀 离此不远 绍华山 有这么几位战山为王 落草为寇的英雄 跳剑虎陈达 神机军士朱武 白花蛇阳春 这哥仨是练武的 就听说了 山下史家庄有一个人叫史晋 这个人能力挺大 练得挺好 找机会见见吧 挺开心 你说一乐的事儿 到最后还真见着了 英雄所见略同 每个人一说心里话都是一样的 天天的在块喝酒 有的时候呢 这哥仨下山来 到史家庄找史晋聊天 有的时候史晋上山 这天赶上在史家庄喝酒 故事有个推威幻展 聊一阵开心的 就听外边是人喊马轿 这官兵可就围困聊史家庄